出事的日本旅遊學生就讀的學校 是位於多倫多市 英甲Ellington地區的汗沙語言中心 Takumatsu的同學說 這個日本旅遊學生轉校只有三個星期 上星期日晚8時左右 Takumatsu在尼亞加拉瀑布 和朋友拍照的時候 不曾失足跌入河中 隨後被捲入20米外的瀑布邊緣 由出事到現在 尼亞加拉警方和救護部門的搜救工作 仍然沒有結果 至今還未找到屍體 日本駐多倫多總領事館一位領事表示 他們已經聯絡了Takumatsu的家人 並告知他們事情的經過